你這個流氓行徑 你願不願意道歉 問世間情是何物啊 問世間真理是何物啊 這我們男人的世界 你這種行為是個小憋山 段儀康立偉 就是這麼卑劣的小憋山 在這世代 40歲以下的年輕人 對韓國瑜的認識 可能都是從這些畫面開始的 空降高雄 禁竹百里喉 提到這光頭賣菜狼 韓國瑜45年前的高中同學這樣說 斯文斯文 臉是白白 很清秀 他年輕非常帥 他總覺得乖乖的啊 他也沒有說他要特別跳 我們講特別愛見 特別要做什麼幹部都沒有 都是平平常常的 這跟我們認識的 完全不一樣 對 他的個性不喜歡念書 對 他不適合念書的 他喜歡出來磨練 你看他的人面廣 這都是交朋友 我們講海派啦 麥韻皇口中的新秀書生 眷村子弟出身 長次朝是放牛班的孩子 我們走趟韓國瑜當年就讀高中 關照當時畢業紀念冊 卻找不到照片 原來韓國瑜後來踏上軍旅生涯 我最擅長的是追女朋友 拔馬子 打撞球 翹課 打架 甚至一塌糊塗 整個高中生是過得一塌糊塗 幾乎是整整三年都混過去了 後到最後快 也沒辦法畢業了 一當兵 他說他在馬主還是動議 去當什麼官 那我不清楚了 他就走這一塊 所以他其實沒有跟你們一起畢業 沒有 沒有 家裡的長輩一看 爸爸媽媽媽一看 這個孩子這樣下去就完蛋了 就走入了這個 複雜的一條路了 就是說希望 當兵吧 看得出來那個時候 就是一種霸氣的那種感覺 對 你看他這兩個手 就跟同學大家就大起來了這樣 照片拿手上 陸軍官校專修四史旗 回憶永心頭 民國六十四年 正好碰上前總統蔣中正世事 那時青年掀起一股從軍熱潮 兩千名入伍生歷年最多 韓國瑜剛好就在其中 這麼多人 排長對他特別有印象 民修班是三年的第三排 我剛好也在那邊擔任這個排長 所以他給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一個同儕當中 他就是一個領袖級的人物 而且他的特質最特別的就是 他很有意氣 他能為朋友兩肋插刀 他叫我們買一包煙 那排長就丟到裡面去 丟到裡面去後 那就 我要叫我們喝完 然後繼續跟排長吝嗇說 這樣很不然道 他會幫我們去吝嗇 就跟他跟我們 就是說跟我們這裡最深的權益 他講的話 那四五個人幾乎都會聽他的 同學長官眼中的韓國瑜 在軍校人員好到不行 照自己想法走出自己的路 當年18歲的韓國瑜 就已展現著鮮明人格特質 不會說完全聽你長官 你叫我這樣做我這樣做 他有他自己的主張 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會照著你的意識來做 但是他會加入他的創意 我記得他有一點點字 我記得他就是想的東西 真的還滿多 會一直會這樣 很注意到他的感覺 想說他是運輸科的 運輸科以前我們只有三十名而已 兩千多個人只有三十名 所以他算是成績很好的 他成績真的不錯 他腦筋真的很年貫 他是跟你客氣而已 順利當了幾年軍官 韓國瑜意外碰上一名御官 讓他人生再轉個彎 大學畢業的御官來當兵 我們就發現 一接觸之後才發現 人家肚子裡面真的是有才華 有讀書的人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才開始感覺到自己比不上人 所以我的讀書並不是被老師的皮鞭 藤條打出來 也不是被爸爸媽媽罵出來 是自發性的 第四年第五年就開始 從新找到以前的書人 開始讀書 讀完書字 當完兵之後順利就考上大學 退伍前一年 每天十三十四小時不停苦讀 終於順利考上東吳大學英文系 接著攻讀政大研究所 開拓人生新的可能 我讀大學研究所的辦公辦讀 所以畢業之後必須 盡可能趕快找到工作 一邊教書 一邊就在晚上就在報社當記者 從來沒有拋開這個經濟壓力過 一直都是壓力很大 所以就不停的 就趕快找工作當了記者 在新聞界時間很短 後來也是 覺得也是走了另外一條路 就是選上台北縣現議員 想用所學為民服務 一腳踏入政界 一屆現議員 三屆立委 韓國瑜崛起過程 充滿戲劇化 其中聯邦82年這段畫面 相信台灣中年以上的人 對他完全不陌生 不滿立委陳水扁發言內容 先是在陳水扁發言時推翻桌子 隨後又出手攻擊陳水扁頭部 這對這兩起衝突事件 當事人今天都提出了說明 農民的一些權益的問題 那麼韓國瑜就出手打陳水扁 他也出手打陳水扁 隔天大概南部就有一些鄉親 就跑上來抗議 韓國瑜方面的講話 就是阿扁好像講的話 有不尊重的這個意思 命不滿時任立委陳水扁 說養榮民等於養豬 韓國瑜將陳水扁打到住院三天 這一番桌一箭步 讓韓國瑜聲名大噪 最後在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出面調解 前立委廟福本帶領下公開道歉 曾為立院同事 前台南縣長蘇煥志 這樣回憶韓國瑜 當然他是很靈活的人 那就是我們在立法院 其實大家相處也都還算是 同事交易還可以的 但立委當了九年 韓國瑜開始迷惘起來 第八年立委或第七年立委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鬼魂 我再選下去 我對不起選您 我在騙選票 因為我沒有辦法認真做 我不能再選 有的人會不捨得丟 但是我不要這種人生 我就拋掉了 我找不到自己 找不到方向 所以我這個 我這個應該講我是個怪咖 現任立委後 韓國瑜離開政壇幾乎銷聲匿跡 直到2007年在前台北縣中和市長 邱垂毅邀請下 短暫接任副市長 韓副市長當初他議會的 好兄弟好朋友 然後剛好立委他也協任 這個在議會的表現都很棒 所以他特別邀請他來當副市長 中和市市長選戰之後 希望能幫他一把 讓他穩定了以後 我再離開 所以我陪他做了一年多 他一穩定 OK了我就離開了 又回到鄉下去了 其實他就是在幕後 幫市長做協調的工作 認為有些議案 有些代表比較care的東西 他會把我們代表 需要的東西他們會提供 雖然只是副手 他在私底下 在任何協助的角色扮演方面 他做得很棒 短短一年多 民眾對韓國瑜讚譽有加 從明代轉換行政長官 角色不同 處事也不同 但最後韓國瑜仍選擇請辭 回到雲林和太太平靜生活 不斷循循循循循循循 不斷循循循循循循 韓國瑜照自己想法 一路走來磨出強大星星 30歲以前就不要不要怕 往前衝 到60歲不要毀 你一定有走對路有走錯路 有好的有壞的 人就是人他不是聖賢 那這些跌跌撞撞的過程中 整個把生命中串成自己的一串珠子 有失敗過而且時間很長 也有成功過很短暫 他這些我回頭來看 都是生命中一個歷程 快樂的鞋匠 韓國瑜是這麼形容現階段的心情 在高雄開張癖土彈劾容易 但或許這些年經歷的養分 造就現在的韓國瑜 帶著這特質撼動港督 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 有什麼樣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你這樣子的一個成長歷程 其實也可以給年輕人 一些激勵或者是勵志的效果 其實我是一個失敗的少年 我少年時間跟青少年時間 嚴格來看都是失敗的 既沒有非常好的優秀功課成績 也沒有說實在 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家庭背景 就是很平凡的家庭 然後也沒有很卓越的 得志體群的表現 通通都沒有 嚴格來講我青少年之前 並不是非常成功 高中以前一塌糊塗 也沒有什麼可歌可泣 像華盛頓一樣砍了一個櫻桃樹 或者像先總統講公 在西旁邊看著雲溺水上游 我沒有這麼偉大的啟發 我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 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物質上比較困難的環境 自己又不學好 調皮搗蛋 愛打撞球 愛拔馬子 愛寫情書 然後混得不行了 功課要全垮了 高中要盪掉了 送軍校 如果說照 這個劉邦革命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條大龍一樣 或者朱元璋怎麼樣等等 很偉大可歌可泣 通通都沒有 或者有一天走到路上被天上雷打到了 從此腦袋開竅了 也沒有 沒那麼神奇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一度跌跌撞撞 也因為如此 我特別能了解基層 特別能了解放牛班的孩子 人生不是永遠勝利主在主導 我看到英國國會 日本國會 你會發現都是貴族在統治 從小精英 爸爸精英 阿公精英 家裡三代議員 五代議員 通知精英 請問 他們真的了解三教九流嗎 真的了解基層百姓 他也是脫節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這一生 跟別人閱歷有所不一樣 是因為我真的在基層 跌跌撞撞摸手過 接觸過 所以人家就說韓國瑜 這怪怪的 當立法院不像立法院 選市長從不穿西裝 我不喜歡這些 我就很喜歡跟基層在一起 了解老百姓 那我認為人最值得同情 跟最值得關懷的 我的價值觀是 想要讀書沒有錢的孩子 這是我認為最要關懷的 因為只有教育可以讓人從 整個社會危機的低點 爬到高點 教育最公平 你用功讀書 努力準備考試 你能出人頭地 失去了教育 放棄了很多的機會 所以我的關懷 會在這一塊 用最大力量 想要讀書沒有錢的 或者你人生 此時此刻考試成績不好 但是並不代表你人生是失敗的 如果喚醒這些孩子 青少年 我很關心這個 因為我自己就這樣子 照現代考試的標準 我在青少年就要被淘汰的 就應該打入18層地獄了 就是壞孩子了 可是我當了兵 看到大學畢業的預官 當兵以後 這些軍人怎麼那麼優秀 他們頭腦是金頭腦 我們為什麼比不過人家 開始開竅去讀書 轉變了自己的後半身 所以我覺得整個社會來講 從事政治活動的人 一定要有這敏銳的觀察度 而且要一個同理心 我覺得這樣的話 社會各個階層 成績好跟不好的 都會有比較好的機會 其實政治人物不客氣地說 老虎皮脫掉了 什麼都沒有了 不要騙人了 有的人是因為穿了政治這件老虎皮 他自己認為 比人家高三分大三分 那是一種月暈效果 別人跟你做朋友不是跟你做 是跟你背後那個職務做朋友 部長 立法委員 總統 縣市長 人家不跟你做朋友 是跟你這個職務做朋友 政治人物一定要清楚這一點 所以在春秋戰國 民將連頗說過一句話 一跪一劍 交情乃線 否則你政治人物 把你老虎皮拿下來看看 你手上沒有權利了 誰還願意跟你做朋友 首先政治人物就要自我覺醒 大家 很多人是跟你的職務做朋友 因為你手上有權利 第二 一定有下台的一天 在台上 多造福 少造孽 不要造孽 人在公門好修行 這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 民眾也是一樣 這就是因為我們人生經過百態 有個高點有個低點 人家都跟你拍手 你把西裝脫了 把立法委員四個字拿掉 就是個屁 路人假 誰甩你 所以人在公門好修行 真的是這句話 這人物的權利是人民賦予 人民賦予的 所以要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你現在時間到了 你就餐廳打烊就走人了 不要跟真的一樣 少造孽 多造福 台灣人民需要這個 我已經看穿了 真的 不過剛才講到自己的 這個出生背景 還有成長的過程 然後說你對於基層的了解 程度非常高 這個部分不就是你跟陳其邁 最大的對比嗎 在選戰當中 你為什麼沒有切入這個主題去打 我不願意這樣打 包括他的家庭 我都不願意打 我覺得希望是一場君子之爭 你說陳其邁30歲當立委 他很小的時候他爸爸當立委 對不對 我不打這個 我沒什麼好打的 你就個人 Single 你自己一個人 我也一個人 人跟人之間 請高雄市民來決定 恢復到個體的本質 我一直是打這場這樣的選戰 我也希望能夠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也呼籲我的對手 回到健康正常 而且真的像樣子的一場選舉 不要每一次選舉 讓我們都皺眉頭 讓民眾的心都揪在一起 怎麼對著選舉就這樣 搞到最後大家都是爛蘋果 從不爛的裡面選一個 從爛蘋果裡面選一個不爛的 怎麼我們人民會變得這麼悲哀 因為大家都被抹黑了 你其實陳其邁本質也很善良 我在立法院跟他同事過 我也知道 跟他家庭的關係 他政黨的關係 使他不得不採取某些方向的走法 那些方向的走法可能我不喜歡 對 包括我們國民黨 過去也時常被人家罵 不要騙人嘛 不過被罵怎麼會丟到政權 越來越面對而已 國民黨過去一些習性並不好 一樣不好嘛 我們現在重新開始 而且台灣民主政治 真的要重新形塑 因為政治人物形象太差了 大家 我是覺得這真的賴於有志之士 有理想的人趕快做 像我們 真的照這把年紀的 也來日無多了 希望新的政治人物跟政治風情 能夠建構起來 華人地區 最值得交愛的民主就是台灣 政治搞得這麼骯髒 這麼抹黑 還有什麼驕傲的呢 這個是老百姓要覺醒的 你覺得國民黨 面對這個問題了嗎 我覺得國民黨是被 某些既有的習性 還是一樣 在潛意識還是被影響到 所所接觸到這些 黨部的這些工作夥伴 甚至有些人我猜了 他的心態還在執政黨 還是執政黨的心態 已經忘了自己幾乎 完全在野了 這個再不改是不行的 絕對是不行的 民黨要改 國民黨也要改 未來的我相信 台灣人民一定會覺醒 最起碼我這次看到 高雄市民已經覺醒了 完全 高雄市民現在腦袋完全開了 不像過去 你隨便用政治餵死他什麼 喔 台灣人被欺負了 喔 台灣人出頭天了 喔 我們要愛台灣了 這不是廢話 我們會去愛菲律賓嗎 這完全是廢話 你直接去思考 民黨過去講這些太多廢話了 大家都愛台灣 愛的方法而已 還有有沒有真誠的付出而已 所以我們要從廢話政治 回到務實政治 回到務實政治 來看一下高雄目前的經濟狀況 這是網友所整理的一張 目前在高雄幾個重要的商圈 現在的經濟慘況 租售到處都貼 我們看到 巴德二路南興藥局旁 中山一路 中山一路 中正三路 中山一路 還有這個中山一路 六合一路交借口 巴德二路 這一個照片是網友所整理的 高雄怎麼那麼慘 其實民進黨有一些立委批評 你說你對高雄這些路 根本都弄不清楚 你沒有在高雄長時間蹲點過 所以這是一個空降 你怎麼回應 我不是選郵差 我又不是選郵政總局的郵差 而且真的把每條路都熟了 每個消防栓都熟了 每條水溝都熟了 每一棵樹都熟了 能夠幹好市長嗎 這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幹美國總統 美國川普 來自於紐約 他熟美國整個美國嗎 那為什麼有的總統 幹得非常卓越優秀 有的幹得很糗 講這個都是非常low的 二十年前謝長廷到高雄 他熟嗎 他熟夜市嗎 他熟樹木嗎 他熟每條橡跟弄嗎 這不是無聊嗎 而且是太無聊了 二十八年前 高雄的郵親到台北縣選上縣長 他熟是台北縣嗎 他叫了一句話 縣長選郵親 交通垃圾一定親 他熟嗎 你那時候明講為什麼不講呢 所以這種都是很low的方式 就告訴一件事情 人家的不要投韓國語 他就是這個訊號 很差 很差 從來不 你就像陳其邁當一個主要候選人 把他政見講出來 你其他人講這些幹什麼 一個首長 一個領導者 就是三件事 曾國藩 鄉軍的領袖有他領導方式 諸葛亮 有諸葛亮領導統領 拿破崙 拿破崙領導 我來看 就是三件事做好 幾乎所有的困難挑戰都可以解決 第一 你給這個城市帶來什麼希望 城市發展的總目標是什麼 高雄定位是什麼 我們很清楚 又年輕又有錢 這是我們的定位 第二 我如果當高雄市長 我能不能以身作則 操守好 能力強 創意多 而且最重要 連結 只要上梁證了 夏梁絕對不敢歪 因為夏梁會害怕 上面首長現在要求開始 收 小心一點 不要犯錯了 上面首長要求了 所以這一套一定非常重要 首長以身作則 第三 要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跟你 首長要一樣的理想 願意有理想 有熱情 有良好的操守去打拚 當然就可以把這個城市帶起來 你講這些都太low了 不過你說很low的這句話 是我們現在的總統府秘書長 陳菊說的 而且他在高雄執政了這麼久 連他都必須跳下來躺高雄市長選舉 這一場仗的口水戰 民進黨是不是真的急 我想他黨主席 總統兼黨主席都親自召開高雄市 如何強化解救陳其邁選情的 這樣的一個高峰會議的話 當然急了 而且他們有大數據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他們已經知道了 也就是什麼呢 可能韓國瑜已經領先了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著急 在家北漂跟外漂青年 還沒有回來投票 他們就更著急了 高雄市他們覺得 是囊中之物啊 怎麼可以輸呢 是民進黨的口袋裡的東西啊 怎麼可以輸呢 絕對不能輸 他們還在陷入一種迷思 陷入一種過去傳統的 以為高雄市民只要民進黨 吹個哨子全部立正站好 大錯特錯 我再說一遍 高雄市過得太苦了 大多數民眾過得太辛苦 這一次他們已經決定 不欠民進黨 我相信這次高雄市的選舉 會改變 而且會影響未來高雄市 在政治生態很多年的走向 這樣 不過這場仗 民進黨覺得不能輸 現在感覺到危機已經在眼前 但是一旦高雄這一場選戰 被你翻了盤之後 對整個台灣的政治 會有什麼樣重大的影響 應該不只是高雄而已 可能全台灣各地的人民都會覺得 沒有什麼地方是永遠讓誰執政的 謝謝你 你講這完全正確 如果高雄市這次翻盤 2300萬民眾對民主政治這一塊 就不要陷入過去那種迷思 哪一個縣市一定是哪一個政黨 哪有這回事 我們都搞了快50年民主政治了 對不對 哪有說一個政黨一定永遠執政的 這開玩笑 這個對老百姓太不公平了 這個敲敲板了 永遠敲一邊了 這個是可怕的 而且永遠執政很容易腐敗的 我覺得高雄市的翻轉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是 過去這兩年民進黨的執政 老百姓太無法接受了 老百姓過得太辛苦 會導正他尋求幫人民 過更好的日子的路線 而不是以政治鬥爭為主 不是以政治鬥爭 這兩年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對政治鬥爭的興趣 簡直發的瘋一樣 熱愛政治鬥爭 而忘記了幫人民過好日子 這一點如果高雄市翻轉了以後 我相信民進黨中央的執政 一定會改變 開始誤死 否則抹黑永遠有效 選舉到的時候我抹黑就好 選我拿到權力 鬼混就好了 吃香喝辣的 這個是民主政治嗎 所以高雄市如果這次翻轉 對台灣台澎金馬來講 一定影響會非常的深遠 不過這個翻轉 領頭羊如果是你的話 你對於未來的規劃 會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嗎 就是說還會有其他的想法 對於台灣政壇的貢獻 不會 我對高雄市市民承諾得非常清楚 讓高雄市又年輕又淺 真的翻轉 我就必須要往這個方向來邁進 讓大高雄地區的市民 能夠過好日子 我必須要做到這個方向 這個目標 否則我就 對高雄市民來講對不起他們 我想這是我現在 一定要全力爭取他們的認同 跟支持 現在民進黨最頭痛的可能就是 北文哲南國瑜 就是台北的柯文哲跟高雄的韓國瑜 不過你跟柯文哲市長 是有一些革命情感的 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我們大家知道 在2016年11月15號 那時候你是北農的總經理 你跟柯文哲一起在市議會接受質詢 當時質詢你們的是 台北市的明星市議員王世堅 這一場質詢讓你在網路上面爆紅 所以到現在有感謝王世堅嗎 沒有感謝 我還在恢復王世堅 離開議會 其實蠻可愛的 一到了議會上質詢台 變了一個人 好像廟裡面起檔一樣 哇 如虎虎身風 而非常狂野 他私底下拉個小提琴 喝兩杯啤酒 蠻好相處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們內心 我們沒辦法這樣子 但是王世堅他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 這一段是一個偶然 我們上了背詢台 我們也不知道會變這樣子 只是心裡有話 把它講出來而已 但是網路上大概 也快上千萬人去看 而且很多 聽說很多 什麼口才訓練班 什麼推銷員 人才培育班 都把這一段拿來當教材 這是完全是沒有想像到的 我相信這也對台灣民主政策來說 將來也許也是一刻吧 不過這個偶然的機遇 是開啟了您政治生涯的 另外一波高峰 所以現在 您在高雄市參選市長 有這麼好的一個人氣 跟這一場質詢 的確是有一些關係 不過我們來看下一個場景 是2017年1月11號 您向董事會請辭 北農總經理的時間 對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北農 是北農的董事長請辭了 總經理沒有請辭了 那個時間點 你有覺得 因為柯市長不挺你 所以你只好辭職嗎 我覺得那個時間點是已經做不下去了 因為民進黨是傾巢而出 台北市議會他們又占多數 我再做下去 對不起公司員工了 真的 我的600個員工 對不起農民了 一個公司天天這樣被批判被攻擊 搞得機犬不寧 我變成周楚除三害最後一害了 周楚本人了 本來我想把台北農產公司帶得非常的好 最後我造成台北農產公司 這麼多無謂的這些戰役也好 炮火也好 我對不起公司了 也對不起董事會了 所以我辭職了 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周楚除三害最後一害吧 自己了結自己了 可能有一點這樣子 風消消息溢水寒 老子只能不幹了 大概是這樣子 真的是很多無奈 因為我覺得我對台北農產公司 是很有感情的 我剛去的時候 這麼困難的狀態之下 公司1100個員工裁員500個 每個員工薪水扣10% 只剩下600個員工 第一年開園節流就加發4200萬 第二年加發5500萬 第三年加發7000萬 第四年加發8400萬 拍賣員讀大學還補助學費50% 每一個月讀一本好書 我是很用感情的 最後弄得這麼狼狽的下台 這對我來講是 我很難以接受 因為我認為我很認真 每一個總經理對我 他不同的風格 我不是評論我以前的 或我以後的不是 最起碼我自己認得 我覺得我對得起農民 對得起員工 對得起承銷人 我自己認為對得起 因為真的很用心在做 但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忠誠跟奸誠已經分不清楚了 一個實幹的 真正認真在幹的 跟一個鬼混也分不清楚了 現在只要政治正確 同黨做什麼措施都可以原諒 不同黨做得再好 都把你打到18層地獄 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有機會幹高雯市長 你表現非常優秀的官員 even你是無黨 或者你是情侶 但是你的能力強 可能我還是會用你 你就是要這個層次起來 怎麼可以這樣黨同伐異 我在台北農產我就覺得 我的內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我最後毅然覺得 我不能再幹了 會害到這個公司 你那時候對柯文哲市長有怨嗎 他為什麼沒有保護你 我覺得他已經 也是尼布莎過江的 自身難保 他如果要護我的話 幾十個議員會持續狂 對他狂烈的攻擊 對市長也不公平 所以我選擇退 不過你跟柯文哲的關係 是建立在這一場鬥爭的 革命情感上面 之後其實柯文哲現在也有 一個全省到處助選站台 柯P效應的外議 這樣子的一個選舉的規劃 會到高雄去嗎 他來過高雄 但是我沒有跟他見面 這個好朋友爬山 各自努力好不好 現在已經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了 開玩笑 確實分手了嗎 這就是說 他在台北市 我在高雄市 人生曾經我們有過一段奇遇 在這個過程之中 彼此也都很欣賞對方 就是如此了 那台北市的選戰 我們也有我們的提名人 然後我在高雄 也在艱苦的奮鬥 就各自努力 各自祝福吧 所以未來的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人沒有同台造勢的可能 目前都沒有這個計畫 目前都沒有 但是我相信 我很關心他選情 他也很關心我的選情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曾經在那個點上 一起被打 一起被打 擦出過火花 對 什麼叫哥們 一起扛過槍 一起通過窗 對不對 這個 一起分過 這個不好話就不講了 一起被打過 不管怎麼樣 都會互相祝福的 你也關心台北市的選情 你怎麼看現在台北市 我想 姚文智努力上健身房 丁守中的胸肌越來越大 肌肉越來越強壯 就是這樣 姚文智吃得越補 丁守中身體越好 大概台北市的選戰就這樣 那你覺得這一場選戰 年底2020這個選舉 其實像台中市 林家龍就喊出 這是蔡英文的其中考 所以蔡英文的其中考 如果這一場選戰 這六都當中 翻傳了很多都的話 是不是對他2020的連任之路 也有很大的警訊 這是肯定 如果六都翻了五都四都的話 他民進黨主義當然有壓力 這簡直是常識問題 中央執政不利 大家也看在眼裡 所以今年2300萬的民眾 自己要做自己神聖的決定 你這個票怎麼投 民進黨中央執政的確是差 這兩年根本沒有什麼光鮮亮麗 可歌可泣的 唯一讓人民記得就是政治鬥爭 台大到現在還沒校長來 哪有這麼荒謬的 這全部是政治鬥爭 你說促轉會也好 不當胆產也好 你到現在搞到台灣大學 全台灣最重要龍頭大學 到現在還沒有校長 然後繼續戴個面具去騙人家 管中民怎麼樣怎麼樣 每天用雞毛膽往塔塔米上打 你看管中民又掉了幾個灰塵 你看管中民 自己民進黨執政裡面一大堆高官 一大堆狗屁落召的事情一大堆 你不求自己檢討自己 所以老百姓這次選舉 整個台灣人民要覺醒 不要被政治跟政黨一直在框框給綁住了 要該怎麼投 如果這次覺得民進黨執政非常好 那你就繼續支持民黨 如果覺得民進黨執政實在太差了 勇敢的出來投 看到非國民黨非民進黨 你就勇敢的投就好了 就是如此 我也不幫國民黨拉票 但是你覺得國民黨還不錯 你就支持國民黨 那民進黨覺得 我這條路線兩年來我走錯了 我要導正回來 這不是很好一件事嗎 所以是一個給民進黨一個教訓的主要訴求 對 那在年底的這場選戰當中 如果給完民進黨教訓 接下來的2020 國民黨有機會重新拿回政權嗎 還是柯文哲會挑戰 我覺得一切要看開票 這個一翻兩瞪眼 如果今年整個22個縣市選舉 六讀 尤其是六讀 一開完票之後 到了11月24號投完 12月開始 新的政治組合 現在所有政黨 無黨籍總統候選人 就呼之欲出開始了 那個時候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現在開票之前 那都是屬於半先行的 屬於猜測 算命行的 這都不準 一切就要看 今年11月24號的開票 你說開票結果 會有什麼樣子不同的變局 如果國民黨大勝 你說這個變化大不大 如果民進黨繼續大勝 民進黨就想他過去兩年是對的 他政治鬥爭會繼續狂熱的走下去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局 會不會逼得國民黨改組 代表國民黨這一段時間走錯了 所以為什麼要看開票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此再一次拜託 人民把眼睛擦亮 自己的前途 自己決定 要發自內心靜下來 好好靜下來 投出自己神聖的一票 你大勝的標準是什麼 大勝標準如果說今天22個縣市 如果國民黨拿下三都到四都 在六都裡面 國民黨就算大勝了 反過來如果民進黨六都全拿 五都 輸掉到台北市 那民進黨就大勝了 就是這樣子 這個很簡單 完全是以看六都 其他縣市 輸輸營當然重要 但是你比不上六都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如果拿到三都到四都 國民黨就大勝 民進黨如果五都全拿 台北市讓掉 民進黨大勝 那如果不是一個大勝大敗的格局 是大家勝負看不太出來的格局 那未來會怎麼樣 那很有可能 就國民黨立場拿到兩都 把平手小贏一點點 您怎麼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當空污議題跟經濟問題 同時發生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樣 我們有三個電廠 還有一個高雄電廠 還燒天然氣的 空氣污染的問題最重要 我的看法 中央的能源政策配比不管它 核能 綠能 風 不管它 以高雄市市長的角度來說的話 第一個叫抓煤炭 我們必須要燒好的煤炭 你不要禮貌換太子 你把惡劣的煤在裡面燒 爆出來的價格是全世界最貴的 那我是認為這裡面 我個人強烈認為 我是懷疑 這個煤炭是有問題的 不可能會這麼多的煙出來 第二 有沒有人在晚上黑 月黑風高的時候 颱風天下雨天偷偷排放 這個也是不行 第三 所有氣電工程的工廠 私人這一塊 它所有燒的煤炭全部要要求 不是光台電 第四 整個跟污染源比較有關係 像砂石廠 像一些摩托車的排放等等 可能要全部要統一來抓緊工作 那這是市政府能處理的 最起碼我可以把一些 退休的台電老師傅 住在高雄來當我的顧問 你幫我去檢查 每一個工廠燒煤的 看看那個煤炭到底是合格不合格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吃了一輩子麵包 吃到肚子裡 你也搞不清楚這個麵粉是高筋麵粉 中筋麵粉 你也是 何況是燒的煤炭 沒有人懂 但是台電退休老師傅懂 所以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定要找方法 這個 至於用這套能源政策去吸引外商 也是一樣 我們會要求所有發電單位 一定要盡可能提供穩定的能源 但是絕對不光能源 你空氣污染這麼差 水都要去買水喝 水質的問題不能解決 然後各方面的環境 配筆配套都沒有辦法出來 他一定會不停的挑戰 會挑戰你這個市政府 我們這方面一定要有很大的誠意 而且要採取行動 讓這些外來投資客 覺得來高雄投資是安全的 是可以獲利的 能源是非常重要 還有很多其他的 有的人要投資一塊土地 申請一個工廠三年四年不下來 你行政牛不化 很多很多的問題 高雄未來要怎麼做 我用早上吃了荷包蛋的概念來做 有蛋白區有蛋黃區 蛋白區呢 農村漁村苦不堪言 每個農民漁民都被兩把刀在殺 因為你外銷是零 出不去一把刀殺你外銷 內銷價格崩盤 所以我們要先把蛋白區的農村漁村經濟 迅速拉伸 他們要訂單 農民民不怕吃苦 怕沒有訂單 再來是蛋黃區 我們一定要讓投資客跟觀光客 大量進到蛋黃區來 這個時候會帶動工作的機會 那他為什麼要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事 我們的本領 我們會營造一個環境 友善的環境 我開玩笑 如果我是高雄市長 我親自兼高雄市政府投資小組的小組長 你來高雄投資十個工作機會 我是小組長 握握你的手 你給我一百個年輕人工作機會 我抱抱你 你給我一千個工作機會 我親你一下 市長親自親 你給我一萬個工作機會 我以聲相許 我晚上陪你睡覺聊天 泡茶 你不要把人家嚇走 不要怕 這個東西不要想歪 重點是你一個市政府 對外商來投資是什麼態度 你給他穿小鞋 整他 卡油 撈好處 刁難 還是你完全開綠燈 以客為尊 你有任何困難 高雄市政府全部幫你解決 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所以蛋黃區有蛋黃區的做法 蛋白區有蛋白區的做法 我為什麼有把握高雄的經濟 可以迅速開始拉 是因為我們能夠對症下藥 我們戴了一個面具去騙人家 高雄好的不得了 高雄年輕人根本都不出去的 才一萬人 280萬人口才出去了一萬人 可能嗎 沒有人相信 如果繼續去騙 我們永遠找不到真實的答案 所以只有面對問題 我們才能夠解決問題 高雄的今天又老又窮 加上823炮戰之後這場水 讓我們又沒有面子 高雄的驕傲感 自豪感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必須趕快改變高雄的命運 改變高雄的未來 再來回頭前面一題 一直想我們要賺大陸的錢 我們要賺大陸的錢 重點來了 這問題很妙 人家為什麼要讓你賺 你想賺我的錢 你想欺騙我的感情 我為什麼要給你騙 所以這個是相對存在的 我一直提南南合作 就南台灣的人 腦袋開始雷達打開來 我不要再玩政治 不要搞意識形態 南台灣恢復到經濟的動物 整個要開始衝經濟 北台灣去碰政治 總統府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全部在台北 南台灣從嘉義雲林 南投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你有什麼好玩政治的 你拚生活就好 這是第一個腦袋要開竅 再來我提南南合作 南台灣跟大陸南部 東南亞開始密切的合作 第三 才是重點中的重點 我們心中不可以有任何圍牆 我們只能有道路 所有這些城市 包括北韓 金正恩 你想要買我們農產品 漁產品 我們一樣運到平衡場賣給你 我們沒有敵人 沒有圍牆 我們是這麼友善 這麼的善良 以和為貴 而且希望共同發財 南台灣要放出這個強烈的訊號 而這整個南台灣最亮的一顆珍珠 就是高雄 因為它有空港有海港 它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不能主觀像 真的生日蛋糕許願 你一定要讓我賺錢 你一定要對我好 人家為什麼要對你好 這個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自己先把心裡面的圍牆拆掉 真的 條條大到通羅馬 條條大到通金庫 什麼都能賺 人家也要來 這個是大家相對的 他來這裡高雄觀光 或者醫療 或者投資 他得到他應該有的 所以做事情不能一廂情願 因此如果我能當高雄市長 我一定會把所有的框框拆掉 高雄市沒有任何圍牆 沒有任何敵對者 沒有任何一個不友善的 從馬尼拉 到馬來西亞的 到印尼的 到新加坡的 到香港的 到日本的 到中國大陸的 到北韓 到南韓 首爾 東京 全部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先營造這個目標出來 我覺得後面的事情 才能夠無往不利 所以不是新南向 你是新東南西北向 360度賺錢 交通是個大問題 就是轉成制度 接駁的問題 其實有好多的問題 我們現在光這樣講 你看看 欠債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產業的問題 空氣污染的問題 路頻的問題 我們有那麼多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這個有多少問題存在 還有 政府部門的官僚體系的 服務的問題 所以我當一個首長 我一直講只有三件事做好 大概 這個整個來講 治理的績效 就會大幅提升 只有三件事 那這三件事 包括你們講的所有的問題 第一 高雄市要樹立一個發展總目標 定出來 這一點是最重要 我們要炒什麼 又老又窮轉過來 我們要又年輕又有錢對不對 好 我們定出一個 又年輕又有錢 這個總目標 第二 我當市長 我一定要以身作則 我一定要非常清廉 操手好 人家偷偷猜我很愛民的 想拍我馬屁的 對不起你不用拍 人家猜我很耗力的 想送紅包給我 對不起我不收 民跟利不能為之所動 第三 問題來了 要有一個團隊 體認這個發展總目標 願意全力以赴 你講的交通專家 來規劃的 像這種目標賣進 又年輕又有錢 我們講還債的財政專家 怎麼開源截流 怎麼還這個債 好 在這個團隊裡面 再來你剛剛講的 那個建設跟產業發展 現在尤其是高雄 軟體園區 一年做170億台幣 一個南港做得快一兆 我們所謂的軟體科學園區 裡面賣牛樟芝 裡面賣茶葉 這像高科技嗎 好 你這要找科技 對 要找科技經濟發展區 所以這一個團隊弄了以後 所有你們講的問題 會依照這個發展總目標 以及首長個人的操守 人格特質跟理想性 以及要求 開始展開來 以前我在台北農產區的時候 1,100個員工裁員 500個 只剩600 我第一年就開源截流 加發4,200萬 留下員工是薪水砍10% 第二年就加發5,500萬 第三年加發7,000萬 第四年現在在辦我的案子 加發8,400萬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一支毛筆在王羲之手上 寫出來毛筆字就是不一樣 同樣的人 同樣軟體硬體 同樣的資本額 為什麼會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忠心以人才為本 我不是在那邊操短 我覺得謝龍介委員去做 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這不是這個 我不敢這樣講說我一定很好 所以說你一定要確定 我們城市發展的總目標 然後帶著這個團隊去衝 就把你們剛剛講的問題全部涵蓋了 全部涵蓋 專家有熱情有理想 願意衝超熟又好 當然這整個城市人民的思想會改變